嘻嘻嘻 不夠氣 哈囉 今天不是做仿妝 大家聽我平時說話的聲音 就像死狗一樣 也有朋友形容過我 像男人 我也知道自己平時說話 又沉又平 又沒有語氣 Anyway 我想說的是 其實我是一個配音員 話說有些朋友 是知道我是做配音的 有時他們就 跟我說都很想 看看我配音 其實是怎樣做什麼 所以 機會來了 一會兒我就有一個 預約 是我自己一個人錄音的 所以我就想趁這個機會 錄下給大家看 我平時的配音是怎樣的 我知道其實對很多 朋友來說是一件很新鮮的東西 所以都希望 帶大家看下我這把 老牛聲 艷世聲 怎樣可以 進入另一個 世界 另一個空間 那一會兒 跟著我去配音 大家好 我現在帶大家去錄音室 看我配音 有一點興奮嗎 是不是很浸 你知道我是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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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現在呢 就到了一間飲室了 那也是我第一次這樣 拍著自己配音 因為通常都是很醜 所以我人生就第一次這樣錄自己配音 跟著即做鹹酥餅 你會發現到 他們壓的這些麵團是非常有彈性 將它壓平在桌上之後 上面放一些 這些不是豬肉 它其實是豬油 再加了麵粉混合 加了下去之後 就將它全個鋪在充滿三星蔥的碗裡 刺滿了蔥 跟著再包起來 就會 嗯 跟著再包起來 就會在這裏完成一個作品 跟著下來 他們就會拿去前面焗 只是香味 我一定要買 買來試試 走吧 其實這間店鋪真的很特別 你會發現他們一個這麼小的檔 他遍了兩樣東西 但客人多到無時無刻都是人 鹹的部分是鹹酥餅 甜的部分上面寫著是紅豆餅 而且價錢都是一樣 每一個都只是13元 哈哈 因為他剛剛出爐真的蠻辣的 你會發現他拿著它 嗯 你會發現拿著它 你看我剛剛拿著 他的餅皮就有一點鬆脆的 就是有一點點粒 他的餅皮就有一點鬆脆 有一點點粒進去的感覺 我咬下去的時候 外層那裡超級鬆脆 但你會發現 我咬下去之後 他會慢慢地回彈 他裡面的餡 我咬下去之後 他會慢慢地回彈 他裡面的餡料 和裡面的紅 有些像一種麻糬的口感 它是鹽鹽韌韌韌的 有充滿水分 重點是 我覺得他除了紅豆香味 其實他剛剛製作過程裡面 在上面黏滿了很多芝麻 芝麻烤過之後 你會發現全口裡 除了紅豆很香的口感 芝麻香脆的那些 堅果油脂的香味 都會在一個餅裡 重點是他都不會很甜 因為 嘩 好甜 所有女生都很擔心紅豆餅 這樣吃會不會很甜 他完全不會太甜 吃起來鬆脆的口感 中間紅豆用的部分 是有點沙沙的 好像麻糬的口感一樣 我們來試下一個 試下鹹酥餅什麼味 剛才那個黑芝麻 我沒有攪 他只是上面沒有黑芝麻 都一樣 酥皮的部分 我只是這樣拿著他 他的手感已經非常非常鬆 好熱 你知道嗎 他吃起來的外皮質非常鬆 他裡面的蔥的甜味 還有他裡面加了一塊豬油拌 還有他裡面加了一塊豬油拌麵粉的油脂在裡面 你會發現全部蔥的香味 全部融合在這裡 重點是因為蔥夠多 所以他吃起來裡面是非常失潤的 再加上外皮非常非常鬆 整個咬起來是鬆脆香香的 嘩 太好吃了 餅皮最厲害的是 平時的旺客蟹殼王 他們的麵皮會多了這一層 有足夠的水分 說不到了 他們的麵皮會多了這一層 有足夠的水分 而且會有回彈回來的那種麵筋的口感 然後蔥呢 他們都用很多 裡面濕滿了蔥和豬油 就是說在這個餅裡面 充滿了豬油的香味 和充滿蔥的香味 他們的蔥都很特別的 他們特別選出用宜蘭的三星蔥 所以蔥的味道 和蔥的甜味和蔥的水分 完整地包在這個 包在這個 包在 完整 完整 完整地包在這個鹹酥餅裡面 所以全國吃起來 除了鬆脆之外 又很有 所以全國吃起來 除了鬆脆之外 又很瘋癮 現在我的口呢 充滿 現在我的口裡充滿蔥的香味 現在我的口裡充滿蔥的香味 你會發現我身後的客人 真的一個一個來 在旁邊 也是不停的一直在製作 所以你完全不用擔心 你吃到的鹹酥餅 或者紅豆餅 會是凍了的 完全不用擔心 因為他們全部都是 即叫即做 焗 對 再一次 你們的紅油我覺得比較不同 就和平時的紅油抄手 我們都知道抄手 比較重長的 是不是 我不是喜歡酒飲 哦 哦 哦 是 而且我發現到 你們的抄手 真的好不同 因為我只在這裏 就聞到一股 有些微微辣辣 又帶少少酸的味道 當然等會 這裏都變一級戰區 因為等會就是lunch time 嗯 你真的不要太少看它的外皮 它比平時的抄手 陰陰很多 而且最特別的是 你會發現 我將它的肉的部分 夾給大家看 它的肉和這層皮 因為一煮過之後 麵皮和肉會全部黏在一起 然後它裡面的肉都很特別 因為剛剛老闆說過 會擔心那些女生 不想吃太油 那因為這個抄手 它最好吃的位置 就是豬肉一定要有油的位置 所以它特別把那些豬肉的油 攪得非常非常細 等你吃進口的時候 就完全不會覺得好利 好膩 它加了超多 我覺得麻醬麵最好吃的就是醬汁 一定要夠多 嗯 它跟叉手一樣 它吃到尾的時候 因為它裡面有加少少醋 所以吃到尾會帶少少微微酸 都是一樣會令你很開胃的一碗麻醬麵 然後重點是它非… 為什麼呢 因為你會發現它裡面 除了有白蘿蔔 紅蘿蔔之外 為什麼呢 有很多很多鹹食 當如果你上班很累 吃完午餐之後 你… 午餐之後 午餐之後 當你… 當如果你上班很累 吃完午餐之後 你想再吃下午茶 告訴大家 這裡還有一個隱藏版的甜品 應該放了批皮才再放蘋… 應該放了批皮才放蘋果 但它放錯了 那怎麼辦呢 把錯就錯 就把批皮蓋在上面 然後… 焗一層… 對不起 烏蜜的甜味 在麥芽牛奶最底層的味道 有一點點像 但我覺得它加了酸酒 酸酒 我想早點說 部分之後就不 和蘋果批的中間 每一個蘋果最小小的部分 全部都是焦糖的香味 好精緻 好像在五星級餐廳一樣 這個好厲害 好吃 接下來我們要吃它的可麗露 嗯… 聽到嗎? 聽到… 聽到可麗露的聲音 它的外層… 你會發現它的外層是脆的 咬下去的時候有… 卡卡的聲音 它裡面是屬於比較濕潤的 因為平時我們在吃很多可麗露 我們在吃很多… 噢… 你一定想不到 裡面紅色的醬 是紅桑子醬 配上上面的抹茶是絕配 因為紅桑子本身帶酸酸甜甜的口感 加上抹茶去綜合它的口味 中和… 中和… 加上抹茶去中和它的味道 加上最中間的吉士醬 吉士醬裡面充滿著牛油香味 我現在一直在分泌口水 因為它真的… 很軟… 很鬆脆… 很好吃呀 糟了… 很鬆… 我又不知道這個東西… 鬆脆… 它之前鬆的也是… 鬆脆… 應該也有點鬆脆的 在外面吧 好鬆… 好好吃呀 我覺得它最特別是它外面的這個… 白色的這些… 它是放大版的糖… 蛋白… 蛋白糖… 因為蛋白糖… 它本身的口感非常鬆 當蛋白糖… 糖… 然後來吃… Macaron… 平時我們吃的Macaron… 都是比較小的 你會發現這裡的Macaron… 是這麼大個的… 好大… 吃起來比較過癮… 然後今天這個口味… 外層紅色的這個… 是紅箱子… 紅箱子… 大… 是紅箱子… 紅箱子… 是紅箱子… 然後調轉這裡黃色的… 這個是檸檬的口味… 然後中間你會發現… 有些餡料在裡面… 買大… 是對的… 為什麼呢? 因為Macaron… 它最好吃的地方在哪裡呢? 是當你咬下去之後… 它中間這裡… 會有一些… 好像牛奶糖… 會開始有些… 黏黏的口感… 它會在你口裡… 好像糖果… 慢慢在口裡化開… 因為買大… 你才可以大口咬下去… 當你大口咬下去的時候… 它的口感就更加明顯… 你才會吃到真正Macaron的精髓… 不夠氣… 好… 嗯… 所以好像我這麼豪邁地吃… 就要大口咬下去… 哦… 真的… 到了昨晚都要找好東西吃… 其實這裡有一個黃昏市場…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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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條街你會發現了非常多賣食… 但是所有的人呢… 放工或者是放學… 第一時間會光顧的店就是這間… 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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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們的炸雞真的和我們平時在快餐店吃的炸雞是完全不同的 台式炸雞我覺得它有一個特色 它的炸雞真的跟我們平時 我跟你說 雖然它的炸皮看起來很簡單 但應該有的那些鬆脆口感是非常有 再來我跟你說 這間店為什麼會這麼出名 是因為他們的這隻雞型 是由生的雞型炸到熟 而不是平時是 炸到熟 而不是平時在外面吃的 或者炸到半熟 然後又等到客人要滴 它裡面可能沒有水分 但是這裡你會發現我咬下去 它裡面的雞肉的肉汁 還是非常非常明顯 你仍然用... 我仍然用耳朵聽 你仍然用耳朵聽 就知道它會很香脆 因為真的很... 我現在終於完成這個工作 是十一點多 我忘記了簡介 其實我今天是做一個旅遊節目 旅遊節目就是台灣的 我是那個女主持人 所以她非常之... 多東西講 好像急口令一樣 還有九成的稿 都是我自己講完的 她有介紹台灣的食物 有時候看完那些介紹 我自己都很想吃 很想念台灣 希望可以快點 可以過到台灣玩 還有吃東西 那我現在就回家了 Go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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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